好 那我現在用這個來做一個開場 我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您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慢也有分很多種 對不對 一種是慢 一種是很慢 再來就是超級慢 我們大部分都沒有很快的時候 欸 那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的 有 現在語音輸入已經比較成熟了 已經比較成熟 所以您來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這裡 我們事實上我有介紹兩種 主要的兩種就是這個是線上的服務 還有一種是什麼 在手機上的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篇文章 那不管怎麼樣 您先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兩個 有兩個線上的服務 一個是Google文件 Google文件本身也有什麼 也有這種語音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叫Speech Notes 那平常我給小朋友用的通常是用這一種 因為Google的要不要帳號 要 這種的不用 所以我現在直接進來給您看一下囉 給您看看它怎麼去使用 那您看到這邊之後呢 第一個 您會發現它會有一個語系嘛 語系的部分我們就挑一下 如果您用Google的不用 不用這個語系的部分 好 點一下 那選好了之後呢 你只要把麥克風按下去就好 第一次會出現要不要允許 要不要允許存取這個麥克風 今天來到大業大學進行演講 現在用中文語音辨識來做輸入 應該不會比老師用打的慢吧 也沒有可能有錯 還是有可能對不對 但是你只是打修正一個字而已嘛 那像標點符號 對對對 老師聰明已經注意到了沒有標點符號對不對 但是呢 這邊它有幫我們做一件事情 你看你只要念好一個段落 有沒有發現它都會空一格 那您再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注意到這有標點符號 也就是說目前這個雲端服務的部分呢 它在這邊是沒有辦法直接辨識我們標點符號 你可能只能用點的 用點的 你就看這裡是哪一個標點符號 你把它點下去 那麼好了之後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就可以帶走了 就看你要複製到哪裡 所以這樣的輸入方式 應該也可以達到一分鐘二十幾個字 沒什麼問題吧 對不對 嘿 效果還可以嗎 還OK 那Google有沒有 有 在這裡 Google在這邊也有 您看您新增一個Google文件 好 這個部分呢 在哪邊 在工具裡面 在上面這裡有一條工具 工具裡面點開 有沒有一個語音輸入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那你加入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麥克風打開了 就在這裡 但是Google有沒有標點符號 有 也有喔 您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這裡有更多選項 你打開 有一個注音對不對 但是不是在注音裡面喔 在這個地方 手寫聽 手寫的這個位置 當你把它按下去的時候 也沒有發現我們右下角這邊就有標點符號了 那麼剛剛Speech Note那個 是半型的標點符號 這邊是全型的 所以呢也是一樣 我們來試看看中文語音輸入 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這樣還可以嗎齁 所以老師以後同學就沒有打報告的問題了 也沒有寫報告的問題了 報告因為報告是用講的 以後是講報告 對不對 所以利用這個開場給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科技確實也算蠻進步的 那教跟學的目的其實沒有變 對不對 我們都希望說老師上台講的這些內容 同學都可以學會 可是我們的方法可以改變一下 方法可以改變一下 不然現在很多老師上課應該也是蠻欲阻的吧 你在上面很努力講 可是他在下面也很努力滑 所以這個中間可能彼此的落差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利用這個方式 跟老師再來做個說明 事實上如果您用的是另外一個 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還有另外一篇 也是我寫的那個文章 就是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叫做 訊非中文語音輸入 它是一個APP 那這個部分它比剛剛那個還厲害一點的是 它的標點符號會自動幫我們加進去 就是您在斷句的時候會自動幫你加這些痘點 或者你是一問句的時候 他就幫你加問號 因為我們剛剛這種方式雖然是雲端的 可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標點符號還是要手動一下嘛 對不對 那您在行動裝置上 請問行動裝置上有人打字打很快的嗎 有的那個手會受傷嗎 比網球走還厲害對不對 因為行動裝置就是夠小 所以它就不方便做比較快 即使你會輸入法也沒什麼用處 那我們在這邊呢 像因為現在老師很多時候怎麼樣 LINE不能離身嘛 FP也跑不掉嘛 所以說你常常可能有時候不在電腦前面 就要做一些回覆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您搭配這樣的一個輸入法 或者你要做記錄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你看我在這邊給您看一下 我有錄好教學影片 實際使用的影片 我把它播一下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樣子確實也是蠻方便的 我把它放大一點 可能大家比較好看 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有沒有這個它就變成一個輸入法 就在行動裝置上的一個輸入法 所以不管您是在哪一個應用程式 今天有看到一則很有趣的新聞 所以現在用 有沒有發現 豆點標點符號也自動出來 如果已經說完了 請按下說完了 難免會有錯對不對 難免會有錯對不對 有幾種方法 你就把幾個字把它去掉之後 重新錄一下也可以 它有手寫 也有標點符號 音速表情符號都有 它只有一個沒有 沒有注音 因為這個是對按的 對按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這樣用 其實也蠻方便的 對不對 尤其是比較口語化的這些內容 準確度其實應該都有95%以上 對於一般老師 一般的比如說 我現在還沒有空回到辦公室之類的 像這種口語化的這種交談 其實正確度都很高 所以這個應該會比我們 一個一個字慢慢敲 就算你像神宋一樣 有筆比較厲害那一種 也是沒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 因為手寫也是要一點時間 它還是要做辨識 所以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給您參考一下的 OK